这俩人是越说越投言 这眼看着到了饭点了 决定邀请吕姨去吃个饭 这一到饭店刚一落座 俩人紧接着又交流了起来 这红娘这一看 这一次撮合是真没白麻烦 这俩人闹得是越来越火热 可当两人谈论双方感情问题时 咱李淑却提出了自己的顾虑 红娘也跟着心头一紧 对于什么就是离异的 我有的时候我也有想法 为啥 好多人 就是随便离了 偶动四连 我这个你放心 我俩都没多人了 我俩也是离婚时间太长了 本身当时那时候离婚 我俩也是因为感情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挺受打击一点 所以我俩就没有联系 我俩离了以后 就是我儿子结婚 告诉他 他不来 我儿子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儿媳婦生小孩 儿媳婦结婚 他都不来 他不来 儿媳婦生孩子了 生小孩告诉他 他就不来 就从我俩离到现在 他和我和他和儿子 没有硬核 联系和来往 都一张心那么狠 那对女人心可是挺狠 离异的顾虑解决了 这李淑跟吕呀 是越唠越得劲了 红娘一看 这俩人啊 是要有成的节奏啊 就在这时 咱李淑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红娘放下的心呀 又跟着悬了起来 我就想在我的晚年的时候 我就不能动的时候 我顾保姆 怎么能考虑到顾保姆 因为一个人 都不能陪你走到最后 那是 走到最后的天 还是你自己 那你走老伴干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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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李淑啊 咱闹着闹着 咋还闹到顾保姆上了呢 咱不是来找老伴的吗 这红娘真是为咱李淑 又捏了一把汗呀